原标题 萨达姆唯一孙子 再次置信特朗普 快还我爷爷黄金枪 萨达姆被绞杀后 他的家人分崩尼西 两个儿子被打死 一个孙子也被击毙 女人们流落世界各地 原先的第一家族 灰飞烟灭 不过 萨达姆侯既有人 他唯一存在世上的孙子 经常是亚特朗普 他名叫梅松特乌达萨达姆侯赛因 是萨达姆江子乌达的儿子 现居土耳其 1982年 梅松特的母亲 土耳其人托轮到伊拉克走亲戚 结识乌达 随后结婚 八个月后 两人赶紧破月 托轮返回土耳其 生下了梅松特 穆斯一直在土耳其 才躲过了伊拉克战争 托轮于2010去世 梅松特如今正年轻 据土耳其沙巴日报报道 梅松特去年制训 美国总统特朗普 所要亲属的遗体 他在信中写道 我父亲的遗体 被伊朗事业派武装罐子 及时运到了伊朗 希望你把他们还给我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且应该做这件事情 特朗普并没有回应梅松特的要求 梅松特最近又发出第二份信件 除了上述要求外 又增加了一条 我爷爷平生最爱的物品 一是一本香精古蓝精 他在狱中随身携带 但现在丢失了 还有就是那把黄金冲锋枪 被美英连芝掠走后 现在就在英国一家博物馆 找到并不难 如果条件允许 我想明年祭奠爷爷时 把枪放下 爷爷的坟墓已经被极端分子炸坏 我做梦都想做这件事情 让爷爷安心 最后梅松特这样写道